大家好,又是我Jason 为什么我这么无力神气呢? 因为这条片是我第二条片 刚才没关系,原来刚才拍完十几分钟 没收音,没声音,刚刚再unplug再plug in 现在就应该有声音了 好了,我又要再从头一次讲回 我今天刚才应该要拍一段片了 昨天就讲关于疫情 六百多单,六百九十一 今天马来西亚稍微回落少少 就四百八十九 最多的地方依然还是沙巴 二百八十二和吉打的一百五十三 另外,有几个地方就开始要实施CMCO 即是回转头的CMCO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其中巴生是其中一个地方要实施 好像是8日还是9日开始 总之是星期五,星期五开始 而沙巴就下星期一开始就要整个州都封了 先天宾城暂时的数字都是 今天就七单 除了沙巴吉打之外 其他各大地方都是个位数 雪兰娥有二十 雪兰娥那边的滞水好像都差不多了 恢复了七十几分 未来一两天就应该全面恢复工水 大家就应该可以了 好,虽然今天的疫情就四百多单 但这个四百八十九都不及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Burger 460 如果大家有留意马来西亚的新闻 或者你有赞开他们的报纸 或者一些group的话 今天应该就是给Facebook洗版 就是各大的 不论你不是卖Burger 都好 甚至我看到GSC 它都有出来 抽水 就讲关于这一单 四百六十元Ringgit的一个Burger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什么 就可以在Google搜索Burger 跟着处一处460 其实有它整个新闻 整个故事的大概内容 还有它里面一些 可能是貌似WeChat的一些对话 还有他们当时三千多元的张单 八个人吃了马币三千多 三千六百多都挺厉害的 但是这些太过发生的东西 我就没什么兴趣去说 因为没什么value 所以今天最主要是想说 昨天本来想拍的一条片 是讲关于一个奔诚的旧文 一个关于9月22日 是讲一个在奔诚的一个project 名字就是这个 给大家看看 大家画面看到就是这一单新闻 右下角那个 我就你就不用理他了 这个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是一个非法民宿的Airbnb 怎样为非法民宿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来说 如果有些住宅单位 甚至它说明是 Service Apartment 因为这个也是 是的 它有说明了 如果业者 你是主持人 你想把这个单位 经营民宿的Airbnb 这个project 它就只是Block A 一半可以做Service Apartment 另外一半都是住宅 另外它做Block B 都是住宅 因为这个崩岛的市政厅民宿 执照申请程序 主持人就是需要 拿到当地居民的同意 才可以经营这个民宿 今天想跟大家说些什么 不是关于这个project好不好 不是发展商正不正 而是如果假设你想在马来西亚去买一些物业 去做一些投资 例如去经营一些Airbnb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那一般你在香港 你买一些私人楼 它都会有所谓的业主立运法团 就是你整个屋院里面全部的业主一起 可能定期会开些会 例如可能有些装修工程 或者各样各样维修 可能要投标去竞标 去找些公司上来搞一搞 那你就要得到一些业主的同意去投票决定 那看看哪些工程公司 或者其他不知什么类型的公司 可以中到标 那就会负责整个屋运的project 那在马来西亚其实都有类似的东西 那它的名字就是叫做 下面有说出来 看一看 它叫做这个JMB 公寓共管委员会 JMB 那这个要怎么才可以合法组成的呢 就是要开了这个AGM 之后 成立了之后 居民才可以组成一个合法的JMB 而这个AGM 就是什么来的呢 那些人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位 它是AGM的负责人 而许智强也是当地居民 是的 那这样大家就要 譬如他们的居民 就要和这个 崩岛的市政厅 建筑专业局COB 他申请召开这个第一次的常年大会AGM 那当这个COB 他批准了你开这个AGM之后 开完第一次 那你就可以去这个 自己form一个叫做JMB 因为你开了一个常年大会 那你就会有一个 那个业主owner在那里出席 那你就会有一票 正所谓一人一票 那但是是不是真的一人一票呢 就未必的 根据小弟的经验 如果假设你的屋苑 还有些可能假设你有五百个unit 你还有一百个unit是发展商 还没卖得出 还在他手上 而他又还给管理费的话 这个发展商它是拥有着一百张票的 所以如果你这么不幸 你那个property是有一半的单位 是发展商还没卖得出的话 理论上它是拿着一半的票 就是你的业主是想怎样都未必得 那视乎他有多少个unit 那而这个屋苑 他遇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们本来 这宗新闻9月22日 那他第一次AGM 就打算在这个30日 就是9月30日举行 但是有人在那里搞些小动作 那他警方投诉 就是AGM违反这个SOP 就是一些防疫的作业程序 例如可能是太多人 你又可能你开会 又没有social distance 诸如处女 就要限制可能多少人 因为你有几百个unit 那就有几百个人了 所以不知道他这个AGM 搞不搞得成了 这段好像没什么新闻 因为这段都比较多疫情 和花边新闻 你知道就有些其他政治的新闻 就在那里搞来搞去 所以这一单就不太觉得他有什么新闻 但是呢 大家如果真的要在马来西亚去投资物业 即是买回来 你不论是租出也好 你或者是做Airbnb也好 你都要留意这些东西 那当然啦 如果你整个project 整个屋苑 譬如全部都可以用来做service apartment 全部都可以做Airbnb的话 理论上所有的owner 他心目都是打算出来投资 正是一齐出来行 那应该理论上就不会反对 他给你申请做这个民宿 但如果像这个project 那样 他就是一半是住宅 应该是三分之二是住宅 那三分之一是做这个民宿的话 那就很有机会 住宅的owner 他们就是会不准反对 就好像我自己为例 我也都不想是真的 自己住的屋卷 会有很多不同类型 各大类型 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是外来人士 住在这里几天 就会搞到 其实都搞到几乎烟瘴气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有图 可以给大家看 你看到他整个泳池有很多人 理论上在槟城 你说有没有哪个屋远的泳池 可以去到 这里有几个人呢 数起来 可能都有二三十个 应该就更紧了 对了 我见过最多人游泳的泳池 就是在Keyside 即是Straight Key 那个都叫多人 他有个人造沙滩 也有个泳池 有测滑梯 我见过那里十几二十个都有 那个是我见过这么多个 condo来说 是最多人游泳的泳池 那眼见这幅图 我不肯定他是不是真的 那个住宅 应该似是 他旁边的设计 都是弯弯弯弯弯 像是他 应该是当地的居民 他拍下来的 都真的有很多人 你知道如果真的外租出去 给Airbnb 你去 假设你自己的游客 你去到槟城玩 去这些地方住 你都会想游泳 所以都不奇怪 另外我们香港朋友 我们因为有个Facebook group 那些香港朋友 他曾经来槟城这里 试册在这里住过 也都有两位 几位朋友住过这个屋远 我出完那个post 因为我把这个新闻 放在我们的group 和大家分享 他们都告诉我们 他们都住过 那个卫生环境 应该说是 保养来说 是比较差一点的 另外见到泳池有青苔 还有有些地方 就不一样 保养得不好 可能是磚 或者是外墙 另外 另外 每一个屋单位 我不肯定是否全部 他那个露台 有一块 大概半生的玻璃 那只是光是玻璃 就这样目测 那不是一些 普通露台那些 有些篮杆 或者可能 你就算是真的有玻璃 你都不会整块玻璃 你都可能 都会有个 类似可能是 不手钢 那些 篮杆 在下面 可能下面才是玻璃 都相对稳妥 但是他就好像是全玻璃 看下去 感觉上 比较牙烟 一些 例如你小朋友 你不知道 周围冲 周围冲 看不到玻璃 如果你抹得太干净 会有危险 冲下去 所以他们觉得 感觉一般 有些危险成份 所以大家 如果真的 你真的打算 来马来西亚 例如买房子 投资 因为最近 有些朋友 他都真的 特意PM我 Message 问我 Jason 你可不可以 去拍拍奔城的楼 给我们看看 因为 我开Live 都说过 有机会 明年 M2H重开 他有一个 叫做 投资 入籍 和投资长居 而且 我们都预计 M2H 应该会加辣 应该条件会提高 很有机会 需要大家买房子 所以这位朋友 他就inbox我 问我 Jason 你可不可以去拍楼 但是暂时 应该就未有 我有什么打算 要去拍些什么 因为始终 奔城的新的project 应该都是七七八八 是差不多 而且现在 没有什么香港朋友 可以进来 奔城去试拆 去看楼 基本上没有 所以我不可以 跟着 一起上去拍 因为之前拍的 看楼片 都是跟着人上去 我想 未来这几个月 如果你要我拍些看楼片 应该就相对比较困难 可能要等到明年一月 如果是重开 有些香港朋友 真的可以 来到看楼 我才可以跟着一起看 另外大家 还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 这一类型 可以做Airbnb 投资的project 甚至它全部 譬如有两栋 全部unit 都可以做民宿 Airbnb Service Apartment 大家都要留意 譬如 它的管理 究竟它的管理 会做多久 会不会玩三年 可能玩两年 就已经不做 不继续做了 譬如大家都知道 我经常去奔城的 卡巴星 我试过连续几个星期 去那里吃东西 拍片给大家看 我经常去那地方 不论剪头发 吃东西 楼上也有个叫做Maritime 那个就是一个 福式的 对着海景的 一个Service Apartment 都有不少朋友 来奔城的时候 都住过在那里 我没有记错 2016 还是2017年 左右 几年前 我家人也有来奔城玩 他们也是住在那里 那时候 就真的好像一个酒店形式 他楼下会有个Reception 可以Check in Check out 各样 有人带你上去 就是那些Bellboy 那里面的单位 都是Management去管理 相对非常之好的 但是去年 去年我有一个香港朋友 他过来奔城 KL視察 在奔城他就找我 他就一样住在那里 但是去年 应该年尾左右 来到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Management去管理 变了楼下就没有Reception 只有一个Security Guard 坐在大概 入去大厦的门口 在那里 看着你 或者有时不见了 人都不顶 整个感觉是黑猛猛 因为他本来有个Lobby Lobby也是没有人的 所以 感觉上 我那次进去Lobby 发现 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 你知道这些 全部都不同Owner 你去拿锁匙 就要去信箱里 可能有个密码匙 进去拿锁匙 上去 发现 他租的单位 就一般的 感觉上都是一般 还要有个冷气坏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你已经卖了 或者你打算去做这些类型投资 那你就要问清楚 譬如 问清楚 发展商 究竟这家Management公司 你和他签约 签了多久 会不会只签了一年 两年 三年 或者可能签了十年的长约 究竟他会在管理多久 这类型的管理模式 究竟会继续多久 这些我想大家可以问清楚 他们会不会有些back and write 或者有些文件可以展示给你看 那给个例子大家 我上次应该今年一月份 我没记错 总之我去佛罗交易那段片 因为那个是发展商他 邀请我过去拍他那个类似 这些项目 当时他们和Management 签了十年的长约 如果类似这些东西 他签了这么长的长约 那你起码也要保证 有十年期 真的有一家管理公司 去帮你打理整个项目 整个屋苑 所以你要做 这类型的投资的时候 就信心会高一点 起码你未来十年 他都会有人帮你看住 不会突然间 可能几年之后 没有了 没有了 整个reception 没有了人去管理 要你自己继续 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也可能会出一条片 因为我本来想着 这个礼拜 会有一个系列的题材 跟大家说 大家知道我上周五开live 就说了关于广东话 星期六 我都出去了两个地方吃东西 一个是一个 熊记的云吞面 广式云吞面 另外星期日 去了三炮台茶餐厅 都是一些比较 既有香港 比较香港 一些 以前香港的文化 就是 广东食物 茶餐厅 广东话 本来想着 这个礼拜 都是围绕着这个题材去拍 但是 昨天 就因为这个 疫情飙升的关系 拍了一条疫情片 跟大家更新一下 这个COVID-19 那个 马来西亚最新的更新 虽然今天这条片 就没什么关系 但其实我想拍很久了 所以我也计算在中间 放一天去拍一拍 另外 我明天也应该会出一条片 是讲关于一些 香港特色的文化 最近 有一家叫做 佐敦茶餐厅开了 有些人说 好像挺不错 我明天也会跟大家 讲一些 关于茶餐厅的东西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明天讲些什么 不妨留意我 明天晚上 应该都是这样上一段时间 就会上传片 release出来给大家 大家 记住留意 记得哈